等到升旗手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们的操兵的步伐 是非常有力有劲的 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很高兴 很激动 然后看着我们的棋升起来 他们的棋落下去 就是我心里面就有一句话 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 时隔25年 回忆起1997年7月1号 香港回归的那个夜晚 香港特区首任立法会主席范徐立太 仍记忆犹新 生于上海 长在香港 范徐立太于1993年 决定加入香港特别行政区 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 并在几年后 当选为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主席 塔尔之言 彼时的这个决定 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我有点有意 那么我就跟我的丈夫商量 那么他就是问我 他说如果你不做 将来香港的平稳过渡出了问题 你会觉得怎么样 那么我想一想 我会觉得很后悔 这个平稳过渡对我们香港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尽量的让中央的官员以及人大的朋友们 明白香港市民心里边最希望的是什么 所以我想了以后我终于就接受了 带着一份使命感 范徐立太加入预委会 即使遭受不少造谣和抹黑 他仍坚持本职工作 不断加强与内地沟通 向香港市民和国际解说相关工作 1997年 范徐立太以临时立法会主席的身份 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并在香港特区成立仪式上 带领临时立法会一众议员宣誓 那是他一生难以忘怀的时刻 前一天我们有彩排的 彩排完了之后 我有一个立法会的同事 也是议员 他就跟我说 范徐你这个普通话很有问题 这里应该高的 这里应该低的 这里应该怎么样 你都念得不准确 你要回去练一练 那么我就练了 那么等到我们要上台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你不去管他发音书不存在 你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你要表现出我们中国儿女的那一种的风格 要有信心 要挺直背 那么就一路上去 然后就宣誓 那到底宣誓有没有念错音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1998年 临时立法会结散后 范徐立太成功当选为香港特区首任立法会主席 香港特区立法会的主要职能 包括制定 修改和废除法律 审核及通过财政预算 税收和公共开支 对政府的工作提出质询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体系中 具有重要地位 在范徐立太看来 立法会成立初期的工作比较顺利 但近些年来 由于选举制度漏洞 立法会乱象丛生 俨然成为另一番光景 拉布拉得毫无止景 不断地拉下去 骂人也是好像应该这样去侮辱人家的 这个绝对是不对的 所以特区政府就是寸步难行 这样的情况谁受罪 还不是我们的香港市民受罪 所以这个情况不能够允许继续下去 因此这个完善选举制度 实际上就是拉我们回归到正途上 而这个正途就是行政立法 应该是互相配合 互相自衡的 回顾往昔 范徐立太感慨颇深 他见证了香港逐渐摆脱政治争拗 社会局势实现油乱倒置的重大转折 他认为 未来香港社会需要做的是站稳立场 教育和引导年轻人 加深他们对国家和香港特区的了解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